暑假即将来临 乔委会每年的重头戏之一 华文教师研习会 文化教师巡回教学 与华裔青少年夏令营 让全球桥界引颈期盼 乔委会副委员长田秋景 出席授旗仪式 并肯定所有出访教师的付出 真的是多亏了有这些老师 他们自动请应 然后利用他们暑假 本来休息进修的时间 到我们乔校去 等于跟老师们见面 然后把他们所学的 他们这些专长 提供给我们乔校老师 让他们的教学方法更精进 教学的内容更多元 也让这些乔校的孩子更受惠 今年乔委会临派24位华文老师 和29位民俗文化类老师 前进各大州的桥区巡回教学 即将出发的老师们 也以全力以赴的心情 希望协助乔校教师 研习新教材 并传授中华传统才艺 这次我们带去的有课室的管理 也就是怎么样管理学生 还有绘本的教学 怎么样教幼儿 学绘本的内容 当然还有一些教材教法的编辑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学华语向前走 这个课程是我们新编的课本 所以我们特别到那边去演示 如果没有中文背景的孩子 他怎么样很快的上手 可以把这个内容显熟 然后学会我们的华语 所以是特别具有意义的 各地区教师分组 轮流上前 与田副委员长致意 并接下旗帜 充满朝气的挥舞 象征海外巡回教学活动开跑 老师们代表国家到全球桥界 要将台湾多元活泼的华语文教学 和优质文化技艺 传授给海外乔校教师和华裔子弟 为传承中华文化尽一份行李 台湾宏观电视陈明文中间刚台北采访报道